我們看這題目 這個空間中有4點ABCP 是證明點P在平面ABC上 那麼這行列式的指為0 反過來如果這行列式的指為0 代表點P是在平面ABC上 那麼首先呢我們去產生 AP向量 這是用P等坐標減A等坐標 所以這是X-1 然後這是Y-2 然後這是Z減掉-1 Z加1 接著我們再產生 AB向量 這是B等坐標減A等坐標 所以這是0-1 這是-1 然後這是3-2 這是1 然後這是4減掉-1 這是4加1 所以這是5 接著我們再產生 AC向量 這是用C等坐標減A等坐標 所以是-2-1 這是-3 然後這是1-2 這是-1 然後這是-3 減掉-1 是-3加1 這是-2 那麼這時候呢 這AP向量 和AB向量 和AC向量 如果這三向量 是共平面的話 是共平面的話 那麼這時候呢 點P 是在平面ABC上 而且呢 由這三向量 所張開的平行六面體體積為0 那麼就會使得 這行列是 由這三個向量所形成的行列是 這X-1 Y-2 Z加1 然後這是-1 15 然後這是-3-1-2 這行列式的值 是 為0的 那反過來 如果這行列式的值 為0 那麼代表呢 這時候 由這三個向量 所張開的平行六面體體積為0 那麼 就代表 這三個向量是共平面 那麼也就代表 點P 是在平面ABC上 所以呢 這裡 反推回來 也是成立的 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 這個證明